車廂 露營文化逐漸普及 甚麼營具亦都愈來愈多番款 玩 Car Camping 的 都是喜歡走重型舒適的路線 有車藥實不怕 這個重 5.2 kg 的吹氣帳篷 絕對是新手恩物 只要接駁專用的手泵吹脹五條支撐桿 大約 10 分鐘左右 十分簡單 最後落釘鞏固位置便完成了 不過幫我們示範的 David 就好像幫幫助漢堡 都方便的 都方便的 要少許時間慢慢泵 泵如果大一點便會好 不過 David 就欣賞他的設計全面 例如蚊網 愛蓬 和放鞋的地方都很細心 還不用擔心大風會吹斷骨的問題 對我們初學新手來說 一流 這個很好 他真的實正 希望他完全不覺得是臨時 我覺得 Car Camp 必須的東西 當然是雪櫃 又方便 又可以有凍夜喝 睡覺喝啤酒 最重要的就是一張椅子 睡不著或者吹水 都一定要有 枕頭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我覺得是床墊 我覺得是天幕 防曬 不會那麼高溫 令營 輕便的煮食工具 其實香港營地一般都要駁腳走一點 這樣的營具都相當有用 這車好 有用 想辦法拍一輛 這些好 如果喜歡開大餐煮食 這個野營廚櫃是不錯的選擇 開合快捷簡單 至於布爾圖案亦都越來越多款式 三張不同高度的布爾 有人喜歡屁股離地 亦都有人覺得沒有腳設計鬼馬 不是需要不需要那麼簡單 我覺得很招職 這張收藏後好似色仔的桌椅套裝 一套五件十分可愛 左燈色選擇都多得眼花撩亂 不夠定力的話 隨時低消費都變成高消費的會議 在這張兒基ою 便宜 嗯